疾管署,麻疹疫苗不开放自费施打,幼儿公费疫苗计量无余。 麻疹疫情加温,累计今年有23例麻疹病例。 为了有效防疫,疾管署宣布,将政策调度管制疫苗,不再开放民众自费施打,提供幼儿施打的公费疫苗计量无余,自费疫苗仅优先让部分医护及机场工作人员施打。 国内麻疹疫情延烧,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表示,4月24日再添一名病例,累计今年有23例麻疹病例。 许多民众自费接种麻疹,三线炎,德国麻疹混合疫苗,MMR,三天打掉一万剂。 。 疾管署副署长庄仁祥表示,即日起疾管署将政策调度MMR疫苗,实施管制,一般民众不能再自费施打,但是提供幼儿施打的公费疫苗不受影响。 此波麻疹疫情感染者多为20至40岁成年人。 台大医学院小儿科副教授李秉颖说,麻疹虽然是法定传染病,但症状并不严重,除了发烧、出疹,威胁性不高。 尽管教科书上写5%至10%的致死率,但是仅限古早时代,开发中国家等没有施打疫苗的区域,台湾近20年从没有人因麻疹并发重症,死亡,呼吁民众无需恐慌。 庄人祥表示,台湾幼儿施打MMR第二剂接种完成率高达97%,群体保护力佳。 台湾曾经发生麻疹大流行,因此40岁以上的民众多有抵抗力,至于20岁至40岁的民众在小时候打过1至2剂的麻疹疫苗,虽然保护力会随时间减弱,但是预估7至8成的民众仍有保护力。 自费疫苗优先调度让特定族群施打。 庄人祥也分析,台湾每年约有4万人施打MMR疫苗,但是随着麻疹疫情延烧,近来许多民众自费接种MMR疫苗,导致疫苗数量高级。 疾病管制属统计,全台自费麻疹疫苗22日仍有3万剂,23日降至2.6万剂,截至24日仅剩约2万剂,等于3天打掉约1万剂疫苗。 自费疫苗打不到,但公费疫苗不受影响。 疾病管制署表示,提供给年满1岁及年满5岁婴幼儿的麻疹,三线炎,德国麻疹混合疫苗,MMR,不受影响。 符合资格者,家长应尽速带网医疗院所接种。 自费疫苗将由疾病管制,分阶段施打,疾病管署表示,第一阶段提供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市的医学中心急诊医护人员与桃园机场工作人员施打,因目前感染者集中于此三地区。 第二阶段为其他医学中心急诊医护人员,第三阶段与第四阶段会开放其他科别的医护人员。 一般民众给等到疫苗数量足够才有机会施打。 台大医院内科部主治医师陈奕军表示,全球疫苗产能有限,在疫情延烧的时刻,把疫苗优先让医护人员施打,不只是保护医护人员,更是保护他们照顾的病人。 民众前往疫区旅游可先验抗体。 民众打不到自费疫苗,防疫医师苏嘉宾建议做好自我健康照顾。 若是近期有药到疫区旅游的民众,可以到医院抽血检验自己是否有抗体,若呈现阳性则无需担心,若呈现阴性,除了考虑延后行程,也可以做好自我保护措施,像是勤洗手,戴口罩等。 疾管罩也表示,全球麻疹疫情持续,日本冲绳截至23日累计70例麻疹确诊病例,东南亚国家,印度,印尼,菲律宾,中国大陆,泰国也持续有病例发生,欧洲国家以希腊,乌克兰,法国最为严峻,其他像是罗马尼亚,意大利。 塞尔维亚,英国等地病例数也高于往年,民众若有计划前往旅游,务必留意。